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标普500级纳斯达克指数1.5%及1.3% 不过涨幅很快又缩小 反映出市场信心依然不稳 CNBC报道 美股早盘强谈主要是受到美国将推出大规模刺激方案 以及前联准会主席伯南克的谈话激励 美国川普政府与国会已经同意了一项规模2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 伯南克则表示 美国经济可能急剧向下沉沦 但也将迅速从谷底反升 传出恢复生产的波音与发布优余预期财报的耐克 早盘分别大涨18%及9.5% 在欧股方面 Fan All Stocks 600指数在5盘上涨了0.6% 涨势同样已收敛许多 石油和天然气类股上涨3.4% 而化学药品类股下降了2.5% 任内遭遇2008年金融海啸并带领美国经济走出衰退的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 能见到相当迅速的反弹 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 FIT在伯南克掌舵下把基准利率降到接近0% 并实施一连串的计划终于救起美国经济 伯南克也是公认的大萧条权威 但他认为当前情况与08年金融海啸 以及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相比 只有些微的相似点 伯南克说 这是一种迥异于大萧条的野兽 他指出 大萧条是因为人祸 货币和金融震撼 此次危机带来相同的恐慌和波动的感觉 但更近似于一场重大的暴风雪或天灾 而非典型的1930年代式大萧条 稍早 顺路易联准准备银行总裁伯拉德 接受CNBC访问时也表示 美国经济体系短期内面临巨大的冲击 但在最糟糕的时期过后便可有望强劲反弹 伯拉德本周预估 美国失业率可能飙升到30% 高于大萧条时代的水准 但他25日淡化上述说法 规模2兆元的美国紧急经济纾困法案 25日凌晨时分获制协议 内容包括直接给民众现金支票 国有电视新闻电视网报道 收到许多暂时失业民众期盼的这笔急用款项 恐怕要等到今年5月才可放出 报道指出 两党议员的协商结果 个人年收入75,000美元以下的民众 每人可拿到单次发放直接存入户头 或计发支票的1200美金纾困现金 个人年收入超过75,000美金年薪 可领取金额会依次递减 每增加100元 可领金额便相对缩水5元 个人年收入超过99,000美元以上 则完全丧失领取资格 对于夫妻合并报税的家庭来说 领取收困现金的收入标准与领取金额 是个人年收入标准乘以二计算 也就是15万美元 超过这个数字可领现金也将递减 夫妻两人可领单次发放的2400美元现金支票 17岁以下的儿童每人可领500美元 夫妻合并报税收入超过19万8,000美元的家庭 就没有领取现金的资格 已经申报2019年联邦税的纳税人 可以将申报内容的年收入数字 作为是否符合纾困现金领取的区分标准 其余纳税人则以2018年联邦报税申报资料的年收入作为标准 智库机构税务政策研究中心估计 根据年收入标准计划 能够领到纾困现金权额或部分的美国民众约9成 税务政策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格雷曼说 对于收入未达到报税标准的低收入族群法案当中有另列 但最后还可能有某些弱势民众是拿不到纾困现金的 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显示 在从2月初到上周末 华尔街高层主管的持股出售约92亿美元的自家公司持股 让他们免受于承受总额19亿美元的可能损失 美股标普500指数自2月19日攀底高峰后剧烈震荡 截止3月20日已崩跌约30% 在这段时间抛售最多股票的主管 当属亚马逊执行长贝佐斯 他在2月第一周卖掉了总额34亿美元的亚马逊持股 时间点恰逢股价攀顶之前 这让贝佐斯截止3月20日能避免3.17亿美元的账面损失 根据最近其可得的监管文件 贝佐斯出售的这批股票相当于他手上亚马逊持股的3% 他在2月首周所出售的股票量 也几乎接近他在过去12个月的总售股量 这项分析并未指出 这些华尔街主管是依据任何内部资讯而受股 美股在今年2月创新高 而这些主管通常会在年初时 为纳税与预定的交易策略等其他理由卖股票 不过根据分析与标普全球市场材质的资料 美国上市公司主管在上述期间出售的股票数量 比前两年同期高出约三分之一 3月25日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在一次议会讲话中说 紧急状态是为维持我们的生活方式 据报道 新西兰将从25日11时59分 提高全国警戒水平到最高第四级 所有新西兰人都必须自我隔离 人们必须留在家中 所有学校和办公室关闭 非必要的服务必须停止运作 所有室内和室外的活动必须停止 不过超市药房服务站 以及基本银行服务将继续营业 阿德恩说 这些措施将持续至少四个星期 25日 普京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 他决定让全国人民放假 一整个星期都不用上班 普京同时还宣布 延迟举行宪法改革公投 他说 我认为公投一定要延迟举行 俄罗斯的宪法公投 原定于4月22日进行投票 中国三大电讯商上两个月 用户急跌的情况受到关注 有线电视财经资讯台上周 在脸书专页发贴文 题为700万人去哪了 指中国移动上月移动客户 减少725万户 一问这么多人去哪了 并加标记 不可能全部都转去 连通和中国电信了吧 真相只有一个 泄露国家机密等 该贴文刊出后不久便被下架 有线电视还向小编发了警告信 到24日有线执行董事冯德雄 召开财经组全体会议 该名小编当晚被正式解雇 据了解 财经台台长芝西小编被裁后 也向高层请辞 香港苹果日报引述 有线执行董事冯德雄指出 今天有一位财经组的同事被解雇 该同事被解雇 并非因为报道中国移动客户减少 而是因为在贴文中的标记 做出全无事实根据的暗示和议测 严重偏离有线新闻 一直秉持坚守的尊重事实 公平持平原则 事后该同事不承认处理出错 本台最后决定做出解雇的决定 当中不设成本考虑 也不知所指政治考虑为何 有线宽评通讯与中国移动香港 于2018年宣布签订策略合作协议 与电信及媒体资讯增值服务等领域 展开跨平台合作 24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 共和党成员麦克考众议员 是小安亚马逊脸书谷歌和推特公司的首行执行官 要求他们立即禁止中共媒体机构 以及他们的官员使用这些公司的社交平台 来散布不实信息 麦克考批评中共的行为 严重威胁到全球公共卫生与国际合作 他说 中共官员和媒体机构正在散布毫无根据的谎言 现在应该把他们的平台撤销 此外 很多中共官员和媒体机构继续表示 中共的反应为世界赢得了时间 而事实是他们的不作为导致世界上的民众丧生 麦克考在信函中说 中共一直都使用国家资源来恐吓CN企业 中共能够阻止美国的社交媒体进入中国 却能在这些社交媒体上注册经过核实的账户 并用来散布谣言 他批评美国的社交媒体企业 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 来限制中共散播不实信息 麦克考强调说 美国社交媒体现在有必要采取更有利的联合行动 来消除中共媒体机构以及中共官员的账号 确保用户不受中共谣言的影响 3月25日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 在一份报告中说 代号为APT41的黑客团伙 从1月20日开始活动 目标是该公司的至少75个客户 他们分布于制造业 媒体 保健和非盈利组织等行业 报告称 火眼公司已经确诊这个黑客团的活动增加了 该公司安全架构工程师克里斯托夫·格里尔说 间谍活动增加的原因可能很多 但都跟美中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有关 报告称 这是我们近年来观察到 由一个中国网络间谍团伙进行的 涉及范围最广的黑客活动之一 火眼公司拒绝提供有关受到攻击的客户信息 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大使馆 没有回复媒体的询问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 也没有立即回复询问的要求 火眼公司在报告中说 APT41黑客团伙试图利用 美国斯科公司电脑安全软件公司司节等软件上的漏洞 侵入美国 加拿大 英国 墨西哥 沙特阿拉伯 新加坡等几十个国家的数十家公司的网络 斯科公司在电邮中说 有关漏洞已经被修复 它知道有人在利用这个漏洞 司节公司表示 正在与火眼公司合作确定潜在的漏洞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归播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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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